你知道小星有多么悲催吗 辛辛苦苦种的蔬菜居然都变成了青椒 这天小星放学回家 一脸好奇看着窗外的美牙 于是立马出去问个究竟 原来美牙正准备在院子种菜 小星见形式不妙三十六剂走为上策 最终还是逃不过美牙的手掌性 妈妈是想要让小星知道 我们平常吃的蔬菜是怎么样成长茁壮的 美牙这番毒鸡汤一眼就被小星给识破 说得那么高大上 其实就为了节省买菜的钱 接着美牙拿出要播种的蔬菜种子 有洋葱 洛梨还有南瓜种子 小星眼见没有青椒那就放心了 于是自己也赶紧进去屋里找种子 随即就拿出了一大堆零食 本想借此来摸鱼 然而还是逃不过美牙的发言 就这样小星只能被迫营业 为自己的好奇心买单 美牙还不忘忽悠小星 种蔬菜很简单 只要用爱心来照顾它们 就会长得越快越多 小星听完立马表示你可拉倒吧 指了指上次播种失败的香草 这些香草们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这番话耸得美牙无言以对 憋了老半天 美牙用最后的倔强表示 我是说 把上次的失败当成动力 努力得到下次的成功就行了 这回应啊 紧接着准备重新整理一块菜田 小星干活一点也不含糊 直接使出屁屁神功 片刻间就开垦出一块土地 小星便迫不及待随意撒了一些种子 过了几天 小星放学回家 发现播种的蔬菜都开始发芽了 小星赶紧一一介绍了起来 这个身材高大的孩子 就是我的小希望 还有这边这个哀哀肥肥的叫美牙 还不忘提醒美牙和小白不可以随便吃掉 往后的日子里小星很勤劳地浇水 为了让这些蔬菜快点长高 小星还特意拿出广致的增发剂 随即遭到美牙的强行阻止 接下来小星发现叶子上面的毛毛虫 更是直接一掌拍飞到美牙脸上 美牙顿时脸色大变 晚上吃饭之时 小星还不忘跟广致炫耀自己的小希望已经开花了 如果到时候长出小黄瓜或者茄子的话 要拿去请娜娜子帮忙做成酱菜 广致一脸开心表示这个想法真不错 这让小星又充满动力 连下雨天都不会错过给自己的小希望浇水 过了一个月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小星发现自己的小希望居然都变成青椒 瞬间欲哭无泪 接着赶紧提醒小白 这里的青椒你想吃多少都可以哦 偏食是不好的小白 果不其然 到了晚上居然是满满一桌青椒大餐 感谢大餐